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玩 繼續開始來上課 大家請起立 走 大家請坐 下一張 剛才看那個 看這個 比一比一看 在比的過程當中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人的技術不會輸給米開朗基羅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評審的時候 要選誰比較厲害 你選得出來嗎 我先跟你講這故事背景 就是希臘一個神話 有一個男生追求一個女生 花了很多時間追求 追求到最後一秒鐘 等到他碰到他 抓到他的時候 那女的就變成一根樹了 追到那一刹那 那女的就transform 變成瘋子 你看他的瘋子 手指頭的地方開始變樹枝了 就是你一生群群蜜蜜在追求的東西 在最後一分鐘變成百合物 會失望吧 這不是你要的 我花那麼多時間在追什麼 台灣人你花了一輩子在追什麼 四十年五十年下去到最後不是你要的時候 你的感覺就是很暢然 生命也過了 機會也不再了 你在追什麼 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忙 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忙 不然他們幾四人起來 有一定有一個學員說 還是要活下去 誰說的 還是要活下去 還是要活下去 不用等到你們下判斷 外國的評審已經下了判斷 米開朗基羅勝出 而且贏很大 原因是什麼 他探討的問題 爭出不一樣 但是丟給台灣人真的分不出來 因為我們只會看技術面 看工匠面 我們沒辦法進到後面的議題去討論 他討論是整個人 剛才前面是討論跟人類有關的議題 話題 這個才能 也可以衍生到人性 但是就是停在那裡 就是說他能夠探討的深度 後面的廣度不夠大 這就是藝術品要做評審 沒那麼簡單的原因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那個故事嗎 你有做這個study嗎 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就technical 技術上我認為他比較厲害 不會輸 不要說比較厲害 不會輸 米開朗基羅的技術 可是他所探討的issue 這個東西是不是曠世巨作 是不是可以 怎麼講 他所deal with the issue 是不是面面俱到 OK 而且提供某種程度的solution 我不曉得 這個要探討這個事情太多 不是我們這堂課要講的 下一章 直接點到就好了 點到 好啦 這邊有一個東西 在羅馬 羅馬 它的廣場有一個水池 有一個水底 可能你住在意大利四十幾年 應該也沒有到這個水池 也不曉得上面哪幾個神 我還講 那是因為我學藝術史 所以這個不公平 這不公平 我跟你講 它代表四個河的河神 羅馬帝國在集盛期 因為它是帝國 帝國有帝國的作風 有帝國的遠界 有帝國的霸氣 所以它把世界上四大主要河流的河神 放在它的廣場裡面 展示它的國威 你橫河的河神 南美洲的河神 歐洲的河神 都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裡面 過去河流是文化的發展 你把人家河神抓來 就表示說 你都在我掌控底下 就是過去的帝國霸氣的展現 每一個帝國都會展現霸氣 你現在去看WATDC就知道了 怎麼設計規劃都市景觀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ity Planning 都是這樣子 都市計畫規劃 來 下一張 後來也有一個霸 沒有那麼霸 但是他也要學霸氣 所以這是在萬國博覽會的時候 18多少年的時候 法國巴黎鐵塔蓋起來 189幾年 巴黎鐵塔幾根腳 幾隻腳 有人知道嗎 巴黎鐵塔幾隻腳 有沒有去過巴黎 這裡從義大利的巴黎 你有去過的 幾隻腳 但是不知道 跟幾隻腳 四隻腳 其實它就是仿這種水池 但是它是三度空間的 水池也是四個河神 地的四極 東南西北 東南塞巴 四隻腳 下面四隻腳 法國人很講究 講究到什麼地步 我來講 它油漆分三段漆的 這邊的油漆顏色 跟這邊跟這邊不一樣 為什麼 法國人對顏色這麼講究 因為下面的 你有沒有看天空 越上面越深 越下面越淺 它就要對照天空變深的地方 怎麼樣 它也要深 下面淺也要淺 要不然如果上面一樣的話 到上面顏色就跑掉了 法國人講究到這個地步 分三段來刷油漆 它為了讓你有一致性 這樣看到天空 顏色還是一樣 巴黎鐵塔的顏色沒有變 再來 真的要講究到這個地步的國家 才可以做這種事情 要不然那預算局 哪些來台北說 為什麼三個顏色 要花多少錢 不划算 打回去重來 而且還用便宜的油漆 我們不是這樣想事情 所以不怪都是 流亡難民的思考方式 真的 帝國就帝國 我們要想得長遠 起這個重想 會覺得更莫名其妙 我們只要來弄花博 小小火在哪裡 沒辦法補小錢不掉 先不講這個 我們講這個 它代表什麼意思 過去我們帝國的概念是什麼 是平面戰爭 我站了多少領地 一直expand出去 那現在從這裡有一個新的概念是什麼 人類由歷史以來 18多年起上官的建築物 平地爬起來 它展現它的科技 我可以用鋼鐵 那時候有煉鋼技術到一個地步 我想建築的結構學 各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它宣告 新的世代來臨什麼 三度空間的帝國 過期如果降土地 二度 現在三度 我剛才那個小朋友的作品 真的可以幫助你們很多 三度 有沒有變三度 之後 它在的時候有飛船在後面走過 再過幾年以後飛機出來了 以後佔領領空的就是帝國 掌握三度空間的才是帝國 你只在平面上打沒有用 飛機一來就啪啪啪啪啪都結束了 真正帝國現在已經進到三度空間 它推到另外一個城市 另外接戰術 這個事情一發生沒多久以後 再過了60年 來下一張 火箭 另外一個帝國又起來了 你那個三度不算什麼 我們到外太空去了 外太空我到月球去 1960幾年 我還現場看黑白電視轉播 看阿姆斯莊登陸月球 跳下去 人類的一小步 不 個人的一小步 人類的一大步 他個人的一小步 真的是人類的一大步 到月球去 我們覺得到月球很遠 下一張 有沒有那個 你以為到月球很遠 這個到哪裡去 最近發生哪裡 火星 火星 火星大家一點概念都沒有 你講火星大家不知道火星 我跟你講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是 地球到月球距離的幾倍 你們數字都差太遠了喔 三十八也沒有錯 一百八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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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有數字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可以Google 趕快就 三千八百多倍 嚇死你 嚇死你 三千八百多倍 嚇死你 他這個叫好奇寶寶號 好奇 好奇 他真的叫curiosity 不叫好奇 curiosity 他那時候對全世界徵求名字 那時候現在人類科技 美國的科技 不要講人類 美國科技已經到那邊 然後傳遞照片回來 下一張 登陸火星的時候 拍的第一張照片 從它上面照下去的第一張照片 好了啦 這才沒幾年耶 拜託 還有四十年而已 四十年以後 五十年以後就登陸火星了 嚇死人 這種帝國你要去做什麼 你還在瓦梁閣號 你們在瓦梁閣號嗎 就是中國的那個航空母艦 人家在一次世界大戰機 有航空母艦 他最近開始有航空母艦 而且他們叫海上旅館 對不對 不能打仗的 因為它的煙囪冒得很大 在雷達網上面看的一清二楚 很大點 飛機也不能起飛 要用特技才能降落 OK 繼續 下一張 這個是 187幾年的紐約市 下一張 1907年的紐約市 1907年 人家已經去大樓了 港股結構 1907年 那是幾年 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的紐約 紐約1907年 你自己為了嚇一跳 我們還在 什麼時代 來 下一張 這幾張我先跳過 我沒有要講這個 入門 來 往下走 往下走 OK 好 再往 再上一張 耶穌那個 再往下 這個好了 剛剛我有一個漏掉了 就是耶穌復活 然後這個叫 Caravaggio 就是畫了一張畫 他就是耶穌復活以後 他就想說 你這復活該不會跪 耶穌說 不然你拼到魚拿來 給我吃 就吃 吃了那個 有一個叫Dalting Thomas 多疑的多 這樣還不行 我要碰到你的手 才算數 所以他就過來 耶穌說不然你下來了 手給你摸 上面有釘痕 然後這邊是樂下 再給他歐看看 看真的 因為耶穌在定十架的時候 那士兵為了確認他有沒有死掉 才可以把屍體拿下來 他就用刺 炒到這裡 炒到這裡 那種血流下來 人如果死的時候 血小板跟那個 組織也會分開 那時候就留下來是分開了 他已經死了 就可以把屍體拿下來 那時候就是他復活以後 怎麼會這樣 所以證明給門徒看 我是活起來復活的耶穌 如果不知道這故事 你們怎麼看這束畫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背景知識 那就是我們在累積的 我們要了解民政府這也是 需要很多的背景知識 所以大家回去不是只有看 你本的《新台灣論》給你看 不光是看《新台灣論》 它相關衍生出去的條文 知識 《日內瓦公約戰爭法》 《國際公務法》 你們都有空都去看 如果在座年輕的有興趣 多去study 把當時的歷史背景做對照 你會整個 overall picture 在那個時代背景裡面發生什麼事 電腦一定要會 拜美政府 你們如果要上高級班 拜託 電腦一定要去學 剛才有一位同心才跟我講 電腦一定要去學 很重要 你的information 還就是我們網路上怎麼跟你公佈 民政府最新消息 以後如果是公務員 也不會說一定要公文到你家 你才做事 電腦在那邊發布一下 你馬上就執行 我們要縮減我們的那個 變精英的統治 OK 下一張 這個是什麼時候的 這都大家看有 其實台灣人就停留在差不多這裡 就是印象派 我們會看畫就看到印象派 但是印象派是一百多年前的 我們就停留在這個階段 我們就停留在這個階段 會要看到嗎 會要 為什麼 印象派 看起來像 印象派是怎麼灰灰點點的 因為那時候有科學的影響 科學說 人來人的眼睛看顏色 是自己會去混色的 所以現在電視就是這樣做的 電視後面以前是三槍 打出來的顏色是三個顏色 你再放大放大放大 到最後是幾個顏色組在一起 你自己的眼睛把它調起來 所以他們就把它分解開來 就變成這樣子 感覺上是綠色 其實你仔細看裡面很多顏色 印象派 下一張 反骨還算在印象派那個時候 我們大概欣賞就到這個階段 過不去了 再來下一張 這個人是誰 有人認識嗎 上次有一個 有沒有人認識 有沒有人認識他是誰 帥哥 帥不帥 他名字叫皮卡索 他叫皮卡索 應該很有名吧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第一次聽到這麼嚇手 皮卡索 第一次聽到這麼嚇手 都知道 你第一次聽到 沒關係 沒關係 現在聽到了 我現在說皮卡索第二次聽到 來 下一張 這他畫的畫 你看到有沒有 他在畫什麼 你看到 你第一次聽到 一定第一次看到一百度 你覺得他在畫什麼 有的人 有的人 什麼人 你們其他人不可能給他暗示 我這個好不容易找到一個 完全沒有受過污染的人 有好看嗎 沒好看 壞看 還是壞 很有程度上的不同 不要壯自肥 不是你眼光沒有那麼好 你是沒有解碼器 我待會給你解碼器 現在是亂碼對不對 對你來看亂碼 所以看起來怪怪的 對不對 你就直接講 怪怪有怪怪嗎 有嗎 他在畫人 是不是在畫人 但是看起來怪怪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那我就要幫你們怎麼走進這個 其實還是在寫實 他還不是抽象 他怎麼叫抽象 你還看出來是人的樣子 只是你沒那麼看而已 我說這個立體畫派 剛才你回去想我那個小朋友 杯子這樣看嗎 這樣看可不可以 也是杯子 這樣看不可以 也是杯子 這樣看不可以 也是杯子 杯子 這樣看叫杯子 我如果不會這樣 是不是杯子 也是杯子 所以一個東西 如果不同角度去看 結果不一樣 一樣喔 這個女生從側面去看 從上面去看 從下面去看 就變成這樣 我如果要在杯子 我如果同樣的這個 這麼小的空間裡面 我把這邊也給你看 這邊也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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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立體畫派 就這麼簡單 時間不動 你的觀點改變 時間不動 觀點改變 在同一個地方出現 就變成立體畫派 時間不動 就是這樣 但是你的觀點改變 我從這邊看 跟我從這邊看 都是我 對不對 我這樣不是我 還是只有這樣看 我背後也是我 那我怎麼誠信我這個人 我如果只畫這面 就是片面 是不是 就是眼光狹隘 我如果看這邊 看這邊都下來 就會產生這種畫 就這麼簡單 但是皮卡索說 他這樣畫 也不是突然就會這樣畫 他要跟人家偷的 來 下一張 他學別人的 你看他 他也不是突然變這樣 你看他眼睛開始 他本來是很會寫實的 好 變成這樣 他眼睛開始 已經有點歪歪了 對不對 左眼右眼都高低不同了 有沒有 你那邊看 你寫實功力應該很強 你看 這比較高 這比較低 怪怪的 鏡雄不像這樣 好 下一張 這個是什麼 再下一張再回來這一張 我看有好像一個 這個人是誰 他叫賽上 皮卡索說他跟賽上偷的 偷他的概念 皮卡索講過一句話 Is there anything to be stolen I steal it 就是說 他不是說 人家放牙要讓人偷 他不會客氣拿去 這皮卡索講的話 他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真的去偷東西 他如果看到人會偷 他給他靈感 他一定偷他的概念 藝術教都是這樣子 但是他不是造操 但是他會偷他的概念 那我們就想說 皮卡索怎麼偷這個人的概念 他有什麼概念可以讓皮卡索來偷 我們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是吧 這叫做賽上 賽上畫 剛剛頭前一頂到 是他 他 比較老的時候 開始躲在這座山的對面 他就買一個房子 每天都看著這個山 然後畫這個山 來 再往下面兩張 這個是他正常 這是你會看 就是我剛才的那條山 這大家都會看 看的畫得不錯 下一張 怎麼會這樣子 你有什麼意見 對這個畫這個 他覺得會怎樣 比剛才那個更厲害 這個更 退步了 退步了嗎 你會覺得會不會 會不會 台記很好笑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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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會 會 會 真的花花的 你看花 這個 度是要怎麼看 怎麼看 皮卡索看得懂 那你們一定看不懂 因為你們的教育沒有我幫助你 有沒有教到這一塊 你們的教育裡面 缺一塊 你們的美術教育還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你們的美術老師給你們的教育是一百多年前的美術教育 再這樣 再看不懂 我現在把你拉回來 拉到1920年 好不好 不要停留在1918多少年 要把你拉到1920年 皮卡索1907年 這個是什麼 剛才是時間 先不講這個好了 誰有寫生過 這台店有沒有人出去寫生 有寫生的人舉手 有一定有 我剛才就知道有一個 寫生的時候 你一次寫生都幾個小時 五分鐘嗎 多久 會不會半天 差不多半天 你不會寫生一秒鐘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剛才看那個是不動的 是不是這樣一秒鐘 你可不可以幫我馬上跳到另外一張 就是耶穌那個那張的前一張 有一個倒定十字架那個人 那個完了以後馬上跳回這一張 前面的嗎 對啊 你有沒有找到 耶穌有一個人探盡他的 樂下那一張 那一張也可以 回到那一張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好 那看完就可以關掉了 好 關掉 好 你們知道這一張嗎 剛才那張是什麼 像照片嘛 對不對 CAMERA拿起來 咔嚓撃到對不對 那我就不相信他真的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 他一定是在控制的光線底下 那些模特兒都不要動 才可以這樣畫 對不對 沒錯吧 而且那些模特兒 每天都要做同樣的動作給他畫 那一幅畫至少要畫 一個月 要不要 一個月走不去 你一個月那些人都不要動 光線也不要動 才可以畫出那種畫 那回到剛才皮卡索這幅畫 他去寫生 寫生是什麼意思 到現場去看到東西 你 你早上的太陽到中島已經到這裡了 你的光線影子都變了 你怎麼還在畫早上八點的圖 那你給我騙 顯然是你騙我 因為太陽到中 這邊跑到這邊 你還在畫早上八點鐘 那你是憑印象嗎 憑記憶在畫畫嗎 還是我剛才講的一秒鐘寫生 一秒鐘就是咔嚓 就是當下 什麼東西都不動 才叫一秒鐘寫生 所以賽上做了一件很簡單 可是又跨時代的事情 他是當一個誠實的畫家 誠實的畫家就是 我看到這顏色對了 我去調顏色 調完以後回來 顏色不對了 就把剛剛那個顏色先上去 待會兒又調新的顏色再上去 然後就變回回回 所以他等於是 他如果這幅畫畫了三個月 就是三個月的顏色變化 空間 時間 顏色各方面的變化 都記錄下來 記錄在一幅畫上面 之前沒有人這樣畫的 他只是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很老實 很高於人 我看到誰 我就畫誰 我如果沒有看這個顏色 你叫什麼騙人 他是一個誠實的畫家 但是誠實的畫家 他是很誠實的 但是不是很極度 像皮卡索那麼聰明的 所以他的概念 皮卡索就偷走了 他是什麼 東西不動 觀點不動 時間動 對不對 剛剛那個是 時間不動 觀點動 有點繞口令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什麼 東西不動 時間在動 做時間上的記錄 皮卡索看說 這有意思 所以他把 怎麼樣 時間定值 觀點在改變 就產生 剛才那個 畫 對不對 會看 下一個 之後越變越灰 再下一張 我跟你講 皮卡索做了一件跨石很重要的事情 在他之前 在他之後 在他之前都印象派那些都寫實的 在他之後 觀點改變 那就很有意思 觀點改變這個概念 可以推到所有的行業裡面 我隨便講一個例子來講 如果推到歷史 歷史已經不再是哪一個國王 打敗哪一個國王 建立哪一個王朝 過去我們都這樣 遇到歷史 那只有他們過的歷史是歷史 我們其他人不是人 所以歷史就開始不同觀點 有什麼 有化學史 有生物史 有沒有 有考古史 有藝術史 有女性觀點史 有小數民族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觀點 寫出來的不同的史 對不對 同樣一個歷史在走 有不同的觀點跑證 越來越接近事實 他還能夠 寫歷史就是讓你 Record那個時代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不是單從一個角度去看似的 你會更完整 對不對 你會從一個小平民百姓去看歷史 以前文學也是 什麼東西 不是 那誰寫那個貓 貓的觀點 有日本一個文學家 這個有懂日本文學的 我忘了那個人的名字 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他寫從貓的角度看人 也就是觀點在轉變 你觀點 可以了解我講的東西嗎 我在回台灣之前 我在美國十幾年 回台灣之前 我有一個 不知道是哪個 Discovery as National Geography的 Channel 他訪問說 上一個世紀影響人類最大的人是誰 然後他就請了 差不多一百多個 世界知名的諾貝爾獎得主 他們投票 最後決定誰影響最大 上個世紀 1900到2000年 居然他們選皮卡索 為什麼 他說他的觀點 改變了所有人的觀點 發覺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畫畫不一定要畫在 像照片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們講說 畫畫可不可以三度空間 一定要畫在平面上面嗎 在平面上製造三度空間的感覺嗎 還是我直接給他三度 所以就產生這種畫出來 下一張 有點潘多拉的盒子 這是什麼畫 人家說 畫一定要畫在帆布上面嗎 我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上被雷針 我也不要自己畫 老天爺自己來畫 打雷 就氣度上來講 他的畫是不是比其他人氣度的大 我們先不講說 過去是只有一個觀點 所以皮卡索開了一扇門 讓藝術家突然用各種方式 來形容所謂藝術 他講的可能是在講偉大 或什麼都可以 但他叫earth art 大地藝術 下一張 有的人 來放大 有的人就推土機把土 就推到海裡面 繞了一個圈圈 是不是很cute 他要花多少時間去執行這件事情 可是他就完成一個作品 大地藝術 這也是藝術家 下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跳到前面 所以我暫時不講這個 下一個 這個叫Jackson Pollock 他怎麼樣 他也不畫了 他用傻的 有氣整館就躲在土地上 Jackson Pollock 波洛克 很有名的 我之所以後來去學畫畫 我本來學電腦畫 練氣管 練藝術 比較宗教 畫畫的原因是 因為到紐約看到他的畫 我就在他畫面前放聲大哭 我本來就應該畫畫 我怎麼跑來這邊做什麼 念什麼電腦 念什麼氣管 念什麼爸爸媽媽要我念的 都把學會寄回家 跟他講說 不行 從現在開始要念畫畫 那你腰術喔 從現在開始我做決定我自己負責 腰術那是我的事 那你要我念的我也負完責任了 所以從那時候我從大一開始念畫 美術系 念到研究所 Jackson Pollock 你問到現場看才行 看這些圖片 一點感覺都沒有 你要看他的比例 他的大小 他的顏色 現場直接生靈其近 才會感受到他的impact 因為畫家不是畫在影給你看slides的 下一張 到後來這就叫概念儀術 他說畫到底是什麼 畫是除了視覺加上概念 那我把視覺拿掉只有概念可不可以 就只有概念了 那概念跟什麼有 跟文字敘述跟定義有關 所以他椅子有三個 一個是圖片上畫的椅子 一個真正的椅子 一個是定義上的椅子 有沒有很有意思 他把它拆解開來 定義上的椅子 真正的椅子 畫上的椅子 畫畫的人都在畫真的東西 可是他還是在畫 這是定義上的椅子 都在講椅子 這三個東西都在講椅子 OK 下一張 這是他剛才做畫的樣子 他早期還是用筆去沾那個 他後來乾脆用board 這是早期的 下一張 他在講音樂 這畫叫講音樂 我不介紹太多 銀子太多 他在講音樂 他就是inspired by music 然後他用視覺的語言去描述音樂 我們現在用視覺語言在描述 概念 視覺語言在描述心情 視覺的語言在描述音樂 下一張 他早期是這樣畫素 來下一張 慢慢簡化以後變這種素 下一張 再變這種素 再下一張 可以看到嗎 那個 deduction 的過程 慢慢簡化的過程 從一個真正的素 再簡化 他想找出素 他想找出素 這只是其中一種答案 他不是 這是他個人的答案 從picasso之後 創作已經不再是你們以前以為的創作了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問題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答案 他透過視覺語言去尋求他的答案 下一張 Jojo Keith 一個女性藝術家 從女性的觀點 因為以前都是男生在刀面的藝術師 他用花來表現女性的 可能在座女生看起來會比較有認同感 對他的顏色 色彩 他的形狀 就attachment 比看那種很硬生生 男生的觀點那種理智分析 就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訴求感覺 沒有要否定感覺 很感覺的東西 有那enlightenment的感覺 下一張 這個就是抽象 我問你他在畫什麼 他沒有在畫什麼 讓我給我一下 你們如果要用具象眼睛去看他 就會發生問題 因為你看不懂 看不懂 無解 他是亂 但是我一講 他純粹講texture講 顏色講 就是畫畫 就是painting 就是brush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他很好 我很喜歡他作品 Richard Dippincourt 他一幅畫也是上千萬美金的 museum裡面都掛的 我都是講冷門的 我剛才看的都是 經典藝術史上一定要講的畫家 我不是在講一個 可是對你們來講都第一次看到 你也第一次看到 因為你在台灣受教育 色改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越來越小 還有那一百多年前的歷史 來給你侷限 還叫你在背 背他們宣傳品 來 下一張 這不是鼓到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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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 Trombley Cy Trombley 沒看過 像小朋友這樣 這樣插一下 蠻好看的 其實很好看 他畫真的很貴 在museum裡面整個section 就是留給他 Cy Trombley Cy Trombley 上網可以查 今天就是給你們看一些新的東西 來 下一張 這裡面有 這個一定有看過 這個來台灣展過 這怎麼會知道 這個叫做 Andy Warhol 聽過嗎 Andy Warhol 他沒說什麼 叫做把罐頭 每天喝的罐頭 把他畫出來給你 結果就算畫了好幾百萬 罐頭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個 我跟你講 他們是針對於 消費文化的一個反諷 說你把我們藝術家當作消費者 好 你們就消費image 視覺東西 那我就把它畫成東西賣給你 簽上名 他自己也不用畫 他就畫這些 每天看到的東西 就做普普藝術 pop art OK 大概講到這邊 我看到有的人 把Juigin開始在那邊擬網 所以講一些比較 為什麼要講藝術 因為我在講的過程當中 在expand 在expand你們的capacity 能耐 這種視覺語言 你們沒有的語言 你們第一次聽到的語言 第一次看到的語言 透過這個 你們這幾天真的壓力很大 我幹嘛 我以前也跟你們一樣 坐在這邊初級班高級班 我今天頭都爆掉了 因為從來沒聽過 第一次聽 然後又每個都講的 每個講演員都講得很紮實 早上郭老師在講的歷史 前天林博士講的是法律 一講文化又講藝術 這個東西真的很多 你們不用急著現在消化 你就聽下去就好 以後需要時間去返出 像我這樣子每天在看東西的人 我都覺得這邊蠻重的課程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台灣人的未來在你們身上 為什麼 在外面那些人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你們有個責任告訴這些 也告訴那些人不知道的人 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完全不知道的語言 可是這個語言會影響到台灣的未來 我為什麼講這個 以後我們台灣人要懂這個東西 不可以再對這種事情無知了 因為很感謝我以前受到的教育 是在外國受的 我在台灣當完兵專事 念完大學研究所在美國 我花了十幾年再回來 我就從大學念起 我覺得很多問題我錯過了 好在是從那邊 我的美術教育是在美國受的 所以我就回過來 我這幾年回來就針對台灣的 小孩子的藝術教育做這個動作 有這樣的靈活思考的人 來看民政府的法理 就很容易知道 我跟你講 在座有很多前面幾屆來的 很多從美國回來的 來上課的學生 他講我的東西一聽就知道 我就發覺奇怪 為什麼他們pick up的速度 比我們這邊教育長大的小孩子快 其實是有很多不公平的狀況 就是他們所有的教育制度讓他有這個彈性 可以看得懂法理是什麼 法理有一致性有一貫性 他不會不合邏輯在發展 包括藝術也不是不合邏輯 我剛才一講 這樣看有了嗎 他雖然畫有很多的形式呈現出來 可是他不是亂成一團 也不是各形其事 他是有一個脈絡可循的 雖然畫到那種程度 但是他是systematic在發展 那我也希望台灣人 因為藝術教育提升 我們需要對藝術有appreciation 還有十分鐘我來講其他的概念 講一個概念叫做生存感 這個我上次在新竹之後講 生存感就是一個小孩子 剛出生的時候 怎麼知道自己存在 媽媽餵奶 他那時候剛出生只知道媽媽 肚子餓了哭 媽媽餵他讓他吃飽 他哭的時候媽媽給他修 他得到安撫 所以他知道他有重要性 他的發出力的訊號得到回饋 對不對 從媽媽他認識到他自己 慢慢爸爸也進來了 他說有家人 對不對 慢慢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存在感就出來 存在感從小都會好好的被 呵護長大的小孩子很有自信 自信的話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話 他將來競爭力就大 對不對 跟比較沒有存在感的小孩子相比 他就得到更多資源 對吧 那什麼叫做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遇到相反的結果 相反的情況發生 比如說我肚子一餓 叫媽媽咬水 如果一吼 打過來 那是什麼 那小孩子說 這是什麼狀況 他會開始懷疑自己 我到底是幹嘛 我活著幹嘛 他開始會否定自己 所以那時候我去孤兒醫院的時候 照顧那小孩子 我跟你講那瘦女兒的小孩子 都躲到椅子底下 不要出來 我們辦了很多活動 給他好吃 給他好玩的 他都外出的椅子 所以你不要給他贏 他是都有在聽你講話 可是他就說 你就當作我不存在就好了 這種是沒有存在感的小孩子 我們要花很多力氣請他出來 讓他願意接受新的觀念 新的想法 要不然他以米的腳 當作我不存在就好了 很讓人家痛心 可是你就知道這是一個事實 那就是沒有存在感的人 沒有存在感的人 沒有競爭力 也不想學習 以後越來越糟糕 就惡心循環 我們台灣人都是這樣 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都是瘦女兒 我跟你講 這個 一個 這剛才講是個體的存在感 還有群體的 慢慢這個家庭 如果都是這種的話 這個家庭就比較弱 在一個圈裡面比較強的就是 我帶來走起來都會風 你哪 男生又樓又壯 又圓刀 女生又漂亮 這個家庭就很強 到處什麼資源都是他的 大家都拱他對不對 弱的話 都是永遠都 古的旁邊都撞到旁邊去 對不對 那慢慢的 現在這個小小的那個 家庭就組成小的國家 跟其他的小的部落又競爭 怕來怕去 在搶什麼 搶水搶資源 搶nature resource 自然自育 為什麼 他這樣可以活得更好 對不對 所以為了這個緣故 其他的部落跟部落 跟部落都搶走 路來路多變成小國 小國以後變成大國 對不對 大國之間就在侵略 在戰爭 大國到一個地步 最大的現在是什麼 大英國現在四十幾個國家 二十幾個國家 還有什麼 United States也是美國 和中國 對不對 還叫聯合國 那都是大的國家 為了搶奪資源 大家聚在一起 那這些大的國家之間 再打起來不得了 所以他們也會產生國際法 去規範互相之間的權益 現在了解不 那這個戰爭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我這個族群 殺了你這個族群 要滅掉你們的時候 把你們的那個頭 抓出來砍掉 掛在你們的那個村落的頭上 那個牆 那個一個竹竿上面 要把你整個人害怕 對不對 照古說的打法 我是應該把你所有的部落的人 全部殺光 為什麼 我怕你以後反抗 是不是 我這塊地骨都慢慢吃下來 可是慢慢人類在發展過程 都抬掉有點怕勝 因為以後土地還是要開墾 所以怎麼樣 我只殺男生 會跟我反抗的 比較聰明的 我都在那邊抬 可是女生跟小孩子都留下來 繼續幫我生產 對不對 女孩子還可以再生 我繼續把你留下來 叫什麼 資源回收 所以現在戰爭越演變越精緻 我叫回收你們的資源回收人 所以人打完都變什麼 資源回收人 會跟中國流亡政府對抗的人是什麼 幾幾百都抬掉 你們懂事的 會唸書唸得好 精英分子 意見理 全部給你去掉 換誰來 換他們的人進來 當作我們的上面階層 取而代之 你們下面的人 繼續每天忙你的上班下班 賺錢生產 然後他一個稅就把它抽回來 你都不用做事情 很簡單 遊戲規則太定了 你就努力 所以你每天在那邊看電視 下班回來 好辛苦 我叫人來這裡聽 哎呀 我明天還要上班 拜託 他們完全不知道 這邊的事情 有修關他的一代兩代三代 繼續要不要當人家努力有關 你怎麼不會來這邊聽清楚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聽不懂 為什麼不知道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那就是我們去找支援回收人 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香港就是支援回收城市 1997年之前 知道這事情要發生 很多很聰明的香港人都已經移民了 去英國 看有辦法去英國 再來就去加拿大 你一塊塊都走 吹在你的家 中國講了一句話 他就留下來 舞照跳 馬照跑 繼續過你每天的 魂魂惡惡的日子 你去賺錢 反正你都有房子買 可以消費上 shopping 回家 就這樣 還一樣可以生下一代 等到現在開始 教育開始緊縮了 叫你要讀中文 你是中國人 唱國歌 那個香港人就跳起來 跳起來沒有用 鎮壓 你本來就是中國人 你在反抗什麼 那是他自己搞不進入狀況 過期有打英國 打得太好 回歸中國 那時候不是他很proud to be a Chinese 那現在真的教你 按照中國人思想來思想 你又不要 所以他自己接下來就要自食後果 支援回收人 就是他之前那個階段 等到他覺醒 too late 太晚了 以前香港人就自己 以為舞蹈跑 馬蹈跑 舞蹈跳 就這樣過一季 每天上班下班的 你薪水 支付這個支付那個 小孩子送名校 就是這樣 結果呢 結果呢 太晚了 台灣人有機會 我們從這裡有機會翻起來 就這個法理這一條路 只有這條路 現在存這條路 我們過去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當這個角色是我們自己挑的 不是 是因為我們戰敗 我們父母就是日本人 戰敗 所以美國要 當時能夠跟美國打只有強國 你把小國放在一邊 事實上兩個強國對打 日本跟美國對打 美國用了原子彈給你弄 我們敗了 敗了 敗了怎麼這樣 你把他吞他 他怕你這個系統再繼續恢復 所以他就叫五六六六的國家來統治你 把你糟糕了 糟糕了 糟糕了台灣就變這樣了 就讓你以前日本帝國的系統 不發揮作用 了解嗎 讓日本帝國這個精緻的東西 不發生作用 所以你代表人家跟他一樣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在戰爭後的結果 但是現在很好 你把我這麼可以 但是你不能叫我做兵 你不能叫我去當兵 你不可以叫我去買武器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文化 你不可以把這些東西把我改變 你不可以大量移民中國人進來跟我攔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人口結構 這都違反日內瓦第四公約 我們現在知道法律 你才知道為自己的權利去爭取 我不講這個你們敢聽我 我現在要講的東西 我講了這些就是要預備你們這個心理 能夠準備來聽更深的道理 更深的道理讓我們得以自由 真理讓我們自由 不是繼續的謊言讓我們自由 不是繼續欺騙你自己 自己騙自己說 我國民黨這個 不是內 真正 國際法這些法理 某種程度上代表一種真理 法理是大家共同遵循的 你如果辦這個 可以保護自己的權利 讓你知道自己真正是誰 我們不是中國人 你搞清楚內 我們身上流的血 你要不要上Google一下 打國家地雜誌 看由我們的DNA去查我們到底是誰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不是中國人是我們祖先 電動拜 我們是他174 M174這個支派過去後來到中國去 中國是四五種支派跑進那邊的 這後來他變成大的之後 回過來要說他是大的 不行 我們是他祖先 你們要知道 我們不光是科學上的證據 剛才講DNA 也是文件上證明 你說我中國人 不然你拿證明出來說台灣是你的 拿出白紙黑字 哪個條約把我們交給你 沒有啊 只有把我們交出去的條約 沒有交還給你的條約 沒有啊 那麼多年就讓你證明 結果中國現在都很清楚 他要走國際法 反而是在台灣的台灣人搞不清楚 還替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群在那邊 胡說八道 還講那些謊言來騙我們台灣人 好撐起來 中國人就撐起來 而且他是我們鄰居 也不是我的仇人 台南的是中華民國 這個流亡政府的人 不是中國人 你不要一直就恨中國人 他們是鄰居 這個不怎麼樣的鄰居在隔壁 以後我們還是會跟他做生意 但是在台灣的這一群流亡難民 這個壞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不要讓他謊言繼續教我們的下一代 現在還在背我們作用什麼中國文化的意思 對不對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是誰 搞清楚我們本來是什麼 在法律上我們地位是什麼 這塊土地到底是誰的 屬於日本天王 我們是日本天王的成名 這些基本的概念清清楚楚的話 不會啦 不會再跟他們騙了 反而是走回來的路 OK 我這邊上了課一步一步的幫助我們 動心心起來 我們現在起來村內台灣人再起來 好啦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好安請客氣力 走勒 學校好睡 老家一老餐聽詠餐 請問陳正祥先生在嗎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